離開住家 還以為是日常出門 沒想到卻是已去不回 而這也成了疑似犯下 三重殺人案嫌犯的 最後身影 當時愛關心人張欣男子 就提著大包少包的行李 在這個月六號搭乘白牌車 直接是離開了命案現場 家屬懷疑整起命案 跟債務恐怕有關 那個時候我妹妹有 跟媽媽歸的那個男生 跟媽媽借了一筆錢 好像差不多四十萬 那時候媽媽那時候手機 還有拿給我們看說 因為他一直收到一些奇怪的 就是貸款的吹腳簡訊 可是吹腳的名字不是他 是那個男生的名字 根據了解24歲的張欣男子 是一名炸騎同氣犯 5月6號從新北三重住家 搭乘計程車到板橋車站 換乘高鐵一路往南行 過程中還把手機關機 疑似躲避追漆 而他在展開逃亡之前 還故步遺震 找了水電工到家中 有發現一個名 黑衣的男子到過死者的家裡 初步排除與本案無關 那經查這個黑衣男子 是經過公司的通知 在5月5號到死者的居住地 協助清洗魚缸 妻子 妻子還有丈母娘 城市家中張欣男子 卻帶著行李跑到外縣市 而張欣男子也被警方 列為重要嫌疑人 也是整起滅門命案的破案關鍵 新新聞綜合報導